你敢相信吗?人类竟然给时速超过13万公里的彗星装上了探测器 是的,这不是科幻,这是人类在2014年完成的一次史诗级的太空壮举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欧洲空间局的罗塞塔号探测器 以及它携带的小宝贝飞来着陆器 而它们的目标是67P丘琉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 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去追一颗彗星? 它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们聊的彗星是指太阳系内的彗星 不是奥默默、鲍里索夫、三埃 Atlas这类星际天体 它们被科学家们称为太阳系里的时间胶囊 它们诞生于太阳系形成之初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遥远的冰冷的奥尔特云或科伊伯代 那里是宇宙的大冰箱 正因为如此,彗星的物质组成 几乎没有被太阳的热量改变过 它们保留着46亿年前太阳系诞生时的原始配方 研究彗星就等于打开了一本 关于我们太阳系起源的古老相册 我们想知道地球上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生命所需的有机分子是不是彗星带来的种子 罗塞塔任务就是带着这些终极问题出发的 罗塞塔的旅程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它不是坐着火箭直奔彗星 而是像一个老练的太空老司机走了一条极其漫长而精妙的路线 2004年3月,罗塞塔从地球发射升空 它花了整整10年时间飞行了大约64亿公里 这个距离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40多倍 为了节省燃料 它玩起了太空弹弓 三次飞掠地球 一次飞掠火星 利用行星的引力给自己加速和变轨 就像一个太空中的抬球高手 精确地借力打力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 它还顺道拜访了两颗小行星 拍了照片做了研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为了度过一段远离太阳 电力不足的漫长升空巡航期 罗塞塔在2011年 进入了长达31个月的深度休眠 想象一下 一个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探测器 在太空中漂流了两年半 没有任何人能控制它 全靠自己体内的生物钟来唤醒 直到2014年1月20日 地球上的科学家们紧张地等待着 终于罗塞塔发回了信号 我醒了 那一刻 整个欧洲空间局的任务控制中心 都沸腾了 醒来后的罗塞塔 距离它的目标67P彗星 只剩下不到500万公里 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这颗彗星 67P 官方命名为67P 丘流莫夫·格拉西缅科 是一颗轨道周期为6.45年 自转周期为12.4小时的彗星 它于2015年8月13日到达近日点 与所有彗星一样 它的名字取自发现者 此彗星在1969年 有苏联天文学家 克利姆·丘流莫夫 与 斯维特拉纳·格拉西缅科发现 它可不是一个光滑的球体 它长得非常奇特 像一只橡皮鸭 由两个大小不一的头部和身体连接而成 这个双半结构 后来被科学家们分析 很可能是在太阳系早期 两颗彗星以非常低的速度轻轻碰撞 然后粘合在一起形成的 它的最长直径大约4.3公里 比地球上的一座小山大不了多少 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它的环境 首先是重力 67P的质量非常小 其表面重力仅为地球的十万分之一 这意味着 若站在彗星上轻轻一跳 就会以每小时数公里的速度飞向太空 且可能永远无法返回 对于飞来着陆器而言 这堪称噩梦 在地球上 着陆器依靠重力稳稳降落 但在67P上 它更像是在一个巨大的 不断移动的蹦床上降落 其次是表面 罗塞塔探测器接近彗星后 开始绘制其表面地图 科学家发现 67P的表面崎岖不平 遍布悬崖 裂缝 巨石和深坑 此外 彗星活动性极强 随着逐渐接近太阳 内部冰块开始升华 持续喷射出气体和尘埃形成会尾 这种喷发犹如彗星不时打喷嚏 随时可能将飞来吹离 因此 在彗星部署探测器 与其说是降落 不如形容为捕捉 经过数月详细勘测 科学家选定名为 阿基尔基亚埃基尔基尔的区域 作为着陆点 这个相对平坦的区域 即便以相对标准衡量 仍充满风险 2014年11月12日 历史性的一刻到来了 罗赛塔轨道器释放了飞来主路器 飞来没有发动机 它只能依靠惯性 以每小时不到3.5公里的速度 朝着彗星表面自由落体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7个小时 就像一个太空中的慢动作 地面控制中心的人们 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 因为一旦分离 他们就无法再控制飞来的轨迹 只能听天由命 飞来的设计师们 为了应对彗星的低重力 给它准备了两套抓手 一套是鱼叉 在接触彗星表面的一瞬间 会射入彗星内部 把飞来牢牢地固定住 另一套是反推火箭 在鱼叉发射的同时 火箭会向下喷射 把飞来推向彗星 防止它被反弹 然而 命运之神似乎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当飞来第一次接触彗星表面时 它发回了信号 我着陆了 但仅仅几秒钟后 数据就显示 鱼叉没有发射 反推火箭也没有点火 由于彗星的重力太小 飞来就像一个皮球一样 在彗星表面弹了起来 第一次弹跳 飞来在太空中 飞行了将近两个小时 飞越了彗星的头部 最高弹到了距离彗星表面 一公里以上的高度 然后 它又落回了彗星表面 进行了第二次更小的弹跳 最终 飞来在距离预定着陆点 约一公里外的一个阴影区域 停了下来 这次着陆简直是太空探索史上 最惊心动魄的三级跳 虽然飞来最终着陆了 但它的位置非常糟糕 它被卡在一个悬崖的阴影里 三条腿只有两条着地 而且最致命的是 它的太阳能电池板 大部分时间都照不到阳光 这意味着 它的电力只能维持 大约60个小时 但飞来没有放弃 在它短暂的清醒期里 它争分夺秒的工作 它启动了携带的10个科学仪器 完成了第一次科学任务 它用COSAC和Ptolemy等仪器 分析了彗星表面的物质 发现了包括水蒸汽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以及一系列复杂的有机分子 包括4种可能形成氨基酸的前体物质 这些发现 有力地支持了彗星 可能在地球早期生命起源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理论 更重要的是 它启动了SDR钻头 尝试钻入彗星内部获取样本 虽然钻探过程充满挑战 但飞来还是成功地 将一些宝贵的数据传回了地球 然后在电量耗尽后 它进入了漫长的休眠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随着67P彗星逐渐靠近太阳 科学家们曾抱有一线希望 希望阳光能照到飞来的太阳能板 让它苏醒 奇迹真的发生了 2015年6月 飞来短暂地苏醒了8次 并向罗塞塔发回了数据 但由于彗星活动性增强 以及飞来的位置仍然不理想 它最终在2015年7月9日 彻底失联 虽然飞来的故事 充满了戏剧性的遗憾 但它的母舰罗塞塔 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罗塞塔轨道器 伴随着67P彗星 绕太阳飞行了两年多 从彗星活动最弱的时期 一直观测到它经过近日点 活动最剧烈的时期 它收集到的数据 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彗星的认知 首先是关于水的发现 罗塞塔携带的Rosina-智朴仪 分析了67P彗星喷射出的水蒸气 科学家们发现 67P彗星水的刀青比 是地球水的三倍以上 刀青比是判断水来源的重要指标 这个结果 推翻了一个长期以来的理论 即地球上的水 主要来自彗星的撞击 如果地球上的水 主要来自像67P这样的彗星 那么地球水的刀青比应该和它相似 这个发现表明 至少像67P这样的木星族彗星 不是地球水的主要来源 地球上的水 可能更多地来自小行星 或者是在地球形成过程中 就已经被锁在了岩石内部 其次是关于彗星地貌的动态变化 罗塞塔的Osiris相机 拍摄了数万张彗星高清照片 揭示了彗星表面 是一个极其动态的世界 随着彗星接近太阳 科学家们观测到了惊人的变化 巨大的悬崖在太阳照射下崩塌 露出新鲜的冰层 彗星表面出现了新的裂缝 并不断扩大 甚至有巨大的滚石 在低重力下从高处滚落 留下了长长的痕迹 这些观测告诉我们 彗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们在太阳系中 经历着剧烈的风化和地质活动 第三是关于彗星的内部结构 通过罗赛塔的Kinsert雷达实验 科学家们发现 67匹彗星的两个鸭子瓣 内部结构非常相似 而且密度极低 比软木塞还要轻 这证实了彗星内部是高度多孔的 就像一个蓬松的雪球 这种低密度结构 为我们理解太阳系早期物质的聚集方式 提供了关键线索 第四是关于有机分子的丰富性 除了飞来发现的有机分子前体 罗赛塔在彗星周围的气体中 还发现了干氨酸 一种氨基酸和0DNA和细胞膜的关键成分 这是人类首次在彗星上 直接发现氨基酸 这些发现 进一步强化了彗星 作为宇宙中生命原料运输车的地位 罗赛塔任务的科学成果极为丰富 以至于直到今天 NASA、ESA 以及世界各地的天文台科学家们 仍在不断挖掘这些数据 例如 最新的研究 如2025年发表在ACRIS上的研究 仍在利用罗赛塔的数据 结合地面天文台 对67P彗星2021年和2022年回归的观测 来分析彗星尘埃和气体的环境 试图理解彗星活动周期性的变化 罗赛塔和飞来 这对太空搭档 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 2016年9月30日 罗赛塔完成了它的使命 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任务的最后时刻 ESA决定让罗赛塔 进行一次受控撞击 轻轻地降落在67P彗星的头部区域 在最后的下降过程中 罗赛塔的相机拍下了彗星表面 前所未有的超近距离照片 直到它最终撞击彗星 永远地与它的小宝贝飞来 以及这颗古老的彗星融为一体 罗赛塔和飞来 现在都静静地安息在67P彗星上 它们是人类探索精神的永恒标记 从发射到撞击 罗赛塔任务历时12年半 耗资超过14亿欧元 它不仅是一项工程奇迹 更是一次对人类好奇心极限的挑战 它告诉我们 即使是宇宙中最遥远 最狂野的目标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毅力 也能追上它 触摸它 甚至在它身上留下我们的印记 人类是如何给彗星装上探测器 答案是 用十年的追逐 七小时的自由落体 两次意外的弹跳 以及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慧和汗水 罗赛塔任务已经结束 但它带来的科学革命才刚刚开始 我们已经知道 彗星不是地球水的主要来源 但它们是生命的原料库 我们已经知道 彗星表面是动态变化的 而不是死寂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既然彗星不是地球水的主要来源 那地球上的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罗赛塔已经排除了一个嫌疑对象 但还有更多的小行星和遥远的星际天体 在等待着我们 人类的太空探索永无止境 当我们在夜空中再次看到彗星划过 我们知道 那不仅仅是一块脏雪球 那是宇宙留给我们的 关于我们自己起源的 一封尚未完全解读的古老情书 下一次 我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揭开宇宙的下一个秘密呢